媒体工坊,那我们启动威力导演的时候,预设值就在左上角这一颗 第一个,像拍电影的响版这个,好,那我们把这个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提过,在汇入媒体这里呢,好,这是指定资料夹图形全部进来 那这个是挑选档案汇入媒体,那可以譬如说我现在选一个音乐档 把音乐档把它叫进来,对不对,音乐档在这里 那资料夹呢,汇入媒体资料夹的时候呢 当我选,好,这个是微软的Vista里面的图片 指定这个资料夹,进到里面来,注意哦,不会看到任何图片哦 因为它叫选择资料夹,好,我们前面介绍过,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接下来第二扣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从Flickr跟FreeSound呢,这是创用CC的 那这个是免费的,没有版权问题的一个声音档 图片档可以从这里来 那Direct Room呢,是威力导演所提供的 你必须申请账号就可以去下载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媒体内容这个地方有色版 比如一开始我们先加个黑色块在这里 可以拖一长度,对不对 那这个可以拖啦 好,一般比如说影片名称呢 接下来再来文字公网这里打 那我们再切换到哪里 背景,那背景呢,如果说一开始你觉得 不想黑的可以把它Delete删掉 我们先换一个有背景的拉下来 好,可以拖曳时间 移到边界来,变成双箭头的时候拖曳 那如果要很精准的时间呢,可以按右键 再来选哪一个,再来选 设定那个片段属性 好,在这个地方设定片段属性这里移到 设定时间长度 比如说我希望这个呢,它的时间可以设 好,再来 把它点起来 那你可以指定它的时间长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切换到哪里 已下载 那下载目前是我们没有去下载 这是从Direct Loan 就是可以申请免费的账号 那我们再把它切到预设的媒体内容来 那在这个地方成为筛选器 比如说我只想看到影片的视讯 我只想看到声音的 那我只想看到图片的 这就是图片的部分 好,那这个呢 3D媒体,这是可以做3D的 好来,那我们回到所有媒体来 那这个是放大缩小 好,那在媒体工坊呢 简单说说提,我们先把素材放到这里 这个地方,媒体工坊来 那右边这个成为预览区 对不对,这个是图片 那这声音 当你点选声音的时候 这里可以试听 那如果选的是影片呢 比如说这个MPG是影片 那这个可以播放 从这预览区 可以看到影片的内容 如果要用都要拉到下面的时间轴 好,那媒体工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